那么下面咱就讲什么 刚刚的数据库基本的操作 其实咱们这个课枪上都有 咱们要注意了咱们课枪里面是不是都有 数据库的造作像查看所有的数据库 对吧 这个创建数据库 三种数据库 咱们刚刚是不是已经给大家演出过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这个目的是干什么呢 我要在数据库里面创建数据表了 那么前提必须创建数据库 而且得使用数据库 什么意思呢 我创建了数据库如果不用 不好意思 你是创建不了表了 因为你咋知道你现在创了个表 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这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你不确定 所以说同学们 你先确定你用哪一张表 用怎么确定我用哪一张表呢 先查看一下当前你用的是哪一张表 怎么查呢 用什么呢 想要在这个地方查看你当前的东西 一般就是用select 其实有个规律 咱们那会的时候select version select now 是不是都是用的select吧 select database 能够查询当前你用的数据库 来select database 注意了没有s 和号 诶 那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 你没选呢 那么我就用一个吧 我看看有谁啊 so databases 能处分了他们两个了吧 这个不带的s 这个是不是带的s啊 一回车 是不是这里有很多 你用哪个 我用这个 那怎么用呢 use python 04 new 好了 分号 走 大家看 database changed的 是不是相当于已经被修改过了 你再去用select database 这个函数的时候 走 大家看 由原来的num 是不是现在变成了你确定用的这个数据库了吧 而且在这个数据库的使用的期间 你可以随便跳 随意跳 任意跳 比方说我想跳到京东里面去 use 京 东 so 你再去select 你看 是不是又到了京东了吧 所以说你不管在哪个数据库 你只要先 so database databases 你先看一看有哪些数据库 你想跳到哪里面去 你去选嘛 接下来用use 是不是接下来过去了吧 python04 new ok 过去了 so select 咱们选择一下 好了 他们刚刚咱们就选了两个 查看当前谁用的数据库 用什么 select database 不带这个不带s的 带括号的那种 用一个数据库 是不是用use use 比方说python04 new 请问咱们是不是用的这个数据库 接下来的操作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操作了吧 是吗 那么 那么 接下来我想操作什么呢 我想带着咱们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数据表到底怎么多 咱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吗 咱们科学下都有 懂我的意思了啊 但是呢 我接下来不会按照这个课线走了 我接下来是按照什么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规划好了 接下来我讲课的这个先后顺序 以及讲的东西都在里边 听懂了吧 课线 我用注册的方式注册在里边去了 那么 首先咱们按着刷 想要创建数据表 你是不是还能记下来往里面擦数据了吧 你没有表 无从 谈起啊 那么我想查看数据表 我想要创建数据表 我 我怎么知道之前这个数据表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万一存在了我是不是又说你失败啊 我先看一看有哪些 怎么做的呢 查看当前数据库当中所有的表 有什么东西呢 sortybos sortybos 来什么 咱们看着啊 sortybos mpt 啥意思啊 空的 空的 什么 集合 是吧 空的集合 什么也没有 0.0秒 sec second 秒钟 用了多少秒呢 几乎三不三秒 一瞬间就没了 那么 so dbos 显示当前数据库里边所有的表 那么我想创建一个数据表 那么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怎么创呢 对吧 创建数据表的基本的语法格式是这样的 create table create database 咱们是不是创建数据库啊 把create后边这个database create database 换成create table 创建数据表 接下来写数据表的名字 接下来一个括号 这个括号里边 写上字段的名字 写上类型 写上约束 逗号 再写下一个 再写下一个 当没有的时候 结束了 言外之意吧 我想创建一个非常简单的 咱们可视啊 create table 比方说我创建个叉叉叉的 怎么设计啊 叉叉叉叉叉 这是不是数据表的名字了吧 那么它有哪些字段呢 有个id字的 这个id字段是什么类型啊 印度类型 可以吧 就这么写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个name 那么什么类型啊 咱们两个说过 这个数据什么类型啊 我差是吧 多长呀 20个 可以吧 比方说你给人30 是不是考虑到少数民族的这个名字 特别长 说30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接下来写了分号 创建一个数据表 叫叉叉叉叉 来试一下啊 分吧 这个呢比较长 我为了咱们节省时间呢 我就直接 我在这里边写 我直接拿过去copy一份 这粘 听懂我意思了吧 粘 可以直接用 走 大家看 curry ok 是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去搜 tables 你看看 是不是来了个叉叉叉叉啊 因为咱们刚刚我只是告诉你测试嘛 咱们来的叉叉叉叉叉叉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叉叉叉叉 里边确实是是这两个字单吗 对吧 说第二个 想要知道一个表的这个结构 想要知道一个表的这个结构 咱们需要用什么东西呢 需要用DESC来查看一个表的结构 DESC叉叉叉叉叉 几个叉呢 五个叉 来复制一下 拿过去 走 看什么东西 这里边有个东西是不是叫ID 有一个东西叫内容 看得出来了吧 它的类型是 这个是英特类型的 这个是Warchar类型的 看得清楚了吧 那么后面的是什么呢 后面都是约束 你是否唯空啊 可以唯空 你有组件吗 没有 你有门人质吗 没有 有一些额外的吗 没有 看得清楚了吧 这不是默认的吗 不管怎么说通话 是不是通过CreativeTable 是不是可以创建数据表啊 那么创建数据表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你这个括号里边 一个度号隔开一个字站 一个度号隔开一个字站 是不是有可能很长呀 能听懂了吗 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再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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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我想让它成为一个组件 那么咱们就写成PrimaryKey 这就表示组件了 我还不想让它为空 因为组件咱们一般是不能让它为空 那就是nota none 那你是否自动增长呢 Autoincrement 那有人说 东哥我能不能写一个 请问写一个行不行 可以啊 我都想了行不行 可以 如果还有更多行不行 可以啊 没问题啊 而且它们之间的顺序 不确定 所以想 这就是约束 然后别的都不变 我就是给你加了些这些东西 听懂了吧 复地方 拿过去粘贴 你看啊 多了一个 怎么查看了结构了 D1SC 然后12345 Key 是组件 额外的 还有分数增长 请问 是个道理了吗 因为说通过这样的 最低了啊 这个叫类型 后面这坨都叫约束 后面这坨都叫约束 以外自意识 我想给你体现的道理 想要创建一个真正的表 有可能接下来 你每一个字段 后面写的约束 是有可能很长啊 通过吗 这是我表达例子 还有一个 这个尺口语句也太长了 咱们可以怎么播呢 换行 那咱们可以换行 通过吗 可以在实际写的时候 可以这样写 听懂我意思了吗 你看你这么看的时候 是不是很方便啊 所以说 把它拆成多行 也是支持的 来把这个哥们啊 把这个哥们 咱们最后来一下 Autoincrement Ctrl 这个Z 复制一份 ZZZZ 五个Z 然后我给大家换个行 咱们试一下 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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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我把这个啊 选中 Copy 拿过去 粘贴 走 对吗 没有问题吧 也就是说 我要给你表达意思的是 如果这个尺口语句比较长 对吗 你在这里面一行 有可能写错了 所以说你先怎么办呢 你先打开Sub里面也行 你打开笔记本也行 打开什么也行 你先把你这个尺口语句先写完 你这里面写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回回去再改啊 有机复制 回到你这里面占地 那么将来他就可以执行 要是错了呢 直接改这个 改完这个是不是紧接着过去再执行啊 所以说呢 都可以 接下来咱们就要小说牛刀 C吧 来 咱们练一下啊 创建一个数据表 创建一个数据表 那么这个数据表将来有什么呢 我创建一个这个需求 创建一个数据表 里面有ID 有Name 有A字 有Hi 有Ginger 有Class ID 每个表里面这段 当然可以有很多了 没问题 来看 你会怎么写通吧 先写什么 Create a table 写上 数据那次 画起来 分号 回去 回去 接下来是不是在这写啊 第一个ID 豆号 Name 豆号 A字 豆号 Hi 豆号 还有Gender 豆号 接下来有Class ID 最后一个千万别写豆号 写上就不对 听说了啊 最后一个不要写了 切记 否则就挂 那么这个ID 咱们说了 每一个的字段 咱们明确定了 是不是还有类型 还有约束 那么咱们想让这个 根本当不组件 咱们会怎么做呢 刚刚咱们试验过 怎么做 首先一个类型是什么 是吧 英特类型 但是切记得们 英特类型有个点 英特是可以保存正数 也可以保存复数的 听懂了吗 那么回到咱们的课件 咱们回到这个地方 咱们再看一下啊 完整性里边 这个有个地方挂了 我把那再开起来啊 服务器挂了 好了 刷新 那么回到 数据的完整性 这个地方来 咱们回到这看 咱们那会说过了 像int呀 t的int 还有这个small int medium int 这个地方 是不是它有正负值 这个可取了吧 你直接写int 你直接写t的int 它是可以囤正数 可以囤复数的 我接下来这个ID 一般情况下 ID都是正数了 那么我怎么办呢 on signed 就行了 默认的都是有符号的 你写上一个 on signed 那就可以了 怎么表示 我接下来写的这个ID 它的类型是onsigned的呢 int先写上 再写onsigned 如果你要是会这语言 切记 这语言里边是 onsigned int A 这就表示定义了一个无符号的一个整形的一个变的A 但是呢 在色号里边 你没发现是不是正好反过来了吧 先写int 再写onsigned 好了 这些表示是无符号的类型 请问 无符号的类型 这个int无符号的范围 是不是就在这个范围了吧 OK 就差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回到这儿去 还有什么呢 后面写什么 约束 写什么约束呢 not now 不能为空 不能为空 你是否自动增长呢 怎么着 对吗 是否自动增长 autoincrement 那么你是组件写什么呢 primarykey 这表示组件 这几个顺序是可以的 因为咱们的顺序是不同 可以顺序不同 接下来内部 我要问你 内部什么类型 是不是Worxar类型啊 这个30个意味着什么 对长30 如果我存两个是存 两个呢 还是存30个 如果我要是把它改成差 这意味着什么 你不管存两个字母 还是三个 对中一定是按了30个字母来存 没错吧 其他都是空格 但是这个呢 你有几个分几个 那么A字 请问他们 选什么类型 记住那个原刀 够用就行 越选越好 够用就行 越选越好选什么 你选你选什么 难道你能活这么大啊 这么大 你都超不了 你还活这么大呢 学这个就可以了 但是不得不说呢 谁活的时间比较长呀 小日本活的比较长 日本人活的时间很长 不知为什么 对 有可能和他们吃鲸鱼 也有可能有关系 他们有个特点 他们是不是生吃啊 日本人生吃这个东西 生的比较多 他们国内的一个生活习惯 就是要么烤熟 要么煎熟 要么炸熟 要么煮熟 还蒸熟 反正熟了来吃 对吧 还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是小日本 有的人能活到140多年 中国人活到120 那就相当给力了啊 好像有什么贵州呀 还是哪个省份 反正是那些地方 纯没有污染的空气 纯没有污染的水 纯没有污染的蔬菜 纯自己尿豆的酒 纯什么都是自己做的 然后成天然的可以这么多啊 直白的讲 我想要用T令音测 怎么多呢 T令音测 那么请问还得写什么啊 onsigned 请问是不是就五符号了吧 那么写上了 那么这个 hi hi 是啥意思啊 single single咱们选什么类型 来这么多类型 就选什么 这几个类型选什么 是不是有小时候叫decembre啊 来 decembre 写上 写上五符号二 这一位啥呀 一共有五位 留两个小说 来 接下来 这个真正呢 性别 写零表示男 一表示女 二表示中性 或者是表示人妖 可以啊 可读性是不是很差呀 怎么多呢 咱们那会说过一种类型 叫什么类型呢 美举类型 那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多呀 一牛门没举呀 那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男 这个想的不想肯定是女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咱们尊重一下 别别别写一些笔杂 还有一个什么 双性 还有双性 没有吧 你可以随便写同吧 你还有其他外星人的性别 都可以写的 没关系 那么将来 我如果要是没告诉我将来取谁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来个默认值呢 default 默认值 default 写什么呢 写上 保密 请问你的性别是谁啊 不好意思 不方便 那么 就保密 你去问金星人的话 金星 他会怎么打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打 反正是保密 好了 同吧 我想给你表达的意思是 美举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在后边再写上约束 就是说这个已经确定了真正的例行 你后边的default是不是相当于约束呀 没有值的时候默认就是保密 那么同理如果我想默认默认的这个A值 默认值等于零的话 怎么选啊 同吧 default 零 默认值零 就怎么写 你想写谁写谁 随你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class ID class ID呢 就相当于将来咱们什么呢 保费这个班级的这个 一个一个负责 你就随哪个班了 咱就写上印 然后onsign 可以了 切记 能加多少吗 不知道加 不知道加多少 好了 同吧 现在咱们是不是创建一个学生表呀 怎么做呢 把它选中 copy 过去 粘贴 回车 成功了吗 怎么查看表结构呢 第15 DESC 什么 sbillings 看 是不是当前咱们这个表结构 以及保密的 以及默认的零 default的 是不是所有的数据 是不是都来了吧 好了 创建表 终于 是吧 经历了千辛万过 终于创了一个 那么这个表里边 对吗 是不是现在已经创建成功了吧 那么咱们插一个数据 我交给你啊 咱们先体会一下 插一个数据怎么插 想要往数据 想要往数据表里边插一个数据 我先交给你 咱们一会详细讲啊 insert insert 往哪个里边插呢 students里边插 插 插这个 叫什么呢 values 写吧 写上零 写上名字 叫什么呢 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老王 然后这个 你今年多大呀 18 你这个身高有多高呀 身高一米88.88 然后 同学们 我为什么要掀一个个子 你再去创建这个表的时候 优先顺序 这个表结构 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吧 因此导致了 你在插数据的时候 必须顺序插 知道吗 你第一个是ID 你写的这个 就是给ID的 你第二个老王 就是给你们的 第三个A子 18给A子的 第四个188.88 就是给他的 真点性别 写什么 那不用说老王是男呀 那就写个男吧 那么接下来 classID 那我不知道值 是吧 我写个零 或者说我不写 过会再说不写 但是我现在先写个零 我现在先写个零 来 复地方 过去 咱们插一下数据 走 这就成功 只要是OK 都成功 只要是error 完了一定失败 那我怎么知道 插入成功了 咱们注意看 一看就懂了 select 新 from stealings 先甭管select 你看 是不是数据查出来了 看你说老同吧 咱们刚刚插入数据 是不是已经成功插入了 而且表结构 是不是符合咱们的需求 那么到现在为止 基本的创建数据表 插入一个数据 以及查询一下数据 怎么查的 select 新 from students 是不是也可以查看这些数据了吧 OK 插入这些数据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想给大家表达的就是 创建数据表的流程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作业 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咱们创建一个班级表 创建一个classes 班级这样一个表 这个班级表里边呢 只有一个ID和班级的名字 那么怎么创建 你说我写 create people classes 括号 是吧 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ID 然后那个是name 确切对付一个 是不是不是小朋友 那么这个名字写上了 是不是还有这个类型 什么类型 隐藏 onsign 然后还有什么 这顺序无所谓 比方说 not 不能违空 是吧 auto increment 是不是这种增长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primary key 组件 那么内蒙是什么呢 我差 我差了一下 我差了一下 有多少个 班级的名字 有多少个 比方说 有30个 是不是可以了吧 那么有没有门人质 或者是有没有预许为他为空 通门 not 因为什么 内蒙 绝对不能为空 空就不行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这就是约束 这就是约束 好了 我把这个通门 我把这个给它抹掉 咱们说一个普通的就可以 可以为空 那么我把这句话 我把这句话 哎 怎么办 我要是多粘贴了会怎么办 你看着 我要是把那个这个 粘贴到里面去 是否会报错呢 为什么不会啊 注释 对 这是注释 这是社会里面注释 所以说他把注释 当作注释来理解 把这句话 不会有问题 哎 怎么办 sutibos 是不是又创建了 叫classes这个表 来 换一个思路 不换 不换那个流畅 insert into 叫什么 classes 然后写什么 values 括号里边写什么 写个零 接下来写个班级 你班级叫什么呢 叫 Python PyT Python 零四 是吧 大神班 来 加上一个分号 英文的分号 走 成功了吗 怎么查呢 select 新 from classes 走你 是不是就来了这个 这个班了吗 同学们 你们发现创建一个数据表 先要规定规定 你的字段叫什么 类型是什么 约束什么 先把这个写完 接下来只要创建成功了 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往里边插入数据了吧 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流程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流程 所以说呢流程 同学们 我刚刚其实已经大体能告诉咱们大家了 那么接下来呢 两分钟 同学们简单试一下 把class表和 这个steelness表 创建成功 往里边插两个数据 咱们简单试一下 开始啊